反克剛學生占領教育部 爆發激烈衝突 引起社會輿論 但整起行動 以學生自發為名 行衝撞之時 卻被爆料 背後有政黨介入 在圖片剛剛看到了 民主進步黨 1424元的這個單據 所以在這部分 我們就看到了 其實民進黨 你要告訴我 你都沒有去參與嗎 你都沒有在背後支柱嗎 就是這一張 7月5號滿雨傘的收據 金額1495元 上面打著民進黨統編 也就是說可以向民進黨勤款 聯盟成員起初不以為意 把收據拍下來 PO上臉書 結果正好自爆收受政黨資源 又趕緊刪除 但已經被截圖佐證 你為什麼不一開始 就先跟大家講呢 非要等到已經被抓出來了 你才要在那邊告訴大家 我們民進黨從來沒有介入 這個所謂的反克幹的 這個學生運動 不過這個部分都是在於 僅次於在後勤的資源 而且金額也都不高 消息曝光後 民進黨坦承提供資源 反克剛聯盟也承諾公布明信 只是至今尚未兌現 但爭議還不止這些 反克剛聯盟召集開會的地點 台北市中校東路一段地址 竟然是台聯青年軍辦公室 動機也被質疑不單純 台聯那邊的說法是我們只是租界場地 而且只有會面一次 這是台聯很清楚的講法 可是我朋友跟他的這個對話是 台聯建勳希望我朋友找人去跟他們進行接觸 爆料同學認為社會運動跟政黨合作很普遍 但如果領頭羊刻意隱瞞就容易產生猜疑 對此台聯反駁只是租界場地 懷疑對話內容外流是有心人事操作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